美国联邦众议院上个星期针对了海外版本的抖音TikTok进行了听证会的审查 同时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他也表示会寻求推动有关TikTok的立法 大陆外交部针对了记者提问回应 美国的众议院是有罪推论 表示打压别人不能够让自己更强大 美方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TikTok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情况下 一再对有关企业搞有罪推定无理打压 专业的问题应当通过专业的方式来解决 打压别人不能让自己更强大 美方应当切实尊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 停止无理打压别国企业 为各国企业在美投资经营提供开放公平公正和非歧视的环境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日前盛大开幕了 苹果执行长库克还有三星会长李在荣等人都有出席 好紧接着要登场的还有28号在海南要展开的博鳌亚洲论坛 与会的贵宾今年也是有蛮多亮点的 因为包含了西班牙的总理桑切斯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跟马来西亚总理安华 这三国的元首都会出席这场盛会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日前盛大开幕 包含苹果执行长库克 三星会长李在荣 辉瑞执行长艾伯勒和桥水基金创办人达里欧等上百位企业高层都出席 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也在论坛上点出 大陆今年GDP增长速度预计突破5% 甚至将替今年全球经济贡献大约三分之一的比例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青春的赛 包括在中国 这里经济看到一个强烈的强烈 我们的年轻预测预测 把GDP增长到5.2% 而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后 博鳌亚洲论坛也将在28号与海南登场 作为大陆解封后的第一场实体大型国际会议 不止西班牙总理桑切斯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以及马来西亚总理安华 三国元首都将出席这场盛会 李显龙总理是来华访问最多的外国领导人之一 此次是他时隔4年再次来到中国 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 两国务师合作走在地区前列 李显龙应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强之邀 于本月27号访问北京 并将在博鳌论坛上发表谈话 之后赴北京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现任总理李强会晤 香港是成熟的自贸港 我们在穷港经济合作三亚示范区设立了投资促进中心 并且设立专班为企业提供服务 全面对接香港的高水平的自贸港规则 据中心社指出 大陆将透过博鳌论坛 继续拓展自贸港的国际朋友圈 单纯邀请香港 杜拜的捷备阿里自由区 南韩冀州国际自由城 以及柬埔寨的施亚努自治港 一同发起打造关于全球自贸港伙伴关系的倡议 这一面很综合报道 好 我们要告诉各位的是 在美国的田纳西州的首府 纳西维尔有一所私利的基督教学校 发生了重大的枪击案 结果造成至少有三名的孩童 还有三名的成年人死亡之后 警方也已经开枪击毙 一位女性枪手了 层上这个梦梦水 孤家配方起入入睡关键 舒眠的元素能够安定舒缓神经 让你身心达到放松 当中有传酸调节情绪 增强抗伤能力 还有德国养干局萃取物 可以疏解焦虑帮助睡眠 睡前30分钟来一包梦梦水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